机会通过在中国把欧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和中国的国际相结合 能够就像太阳能过去15年发展一样 即使到了今天大家知道整个太阳能行业已经非常壮大了 也是因为中国的前夕的投入 让太阳能电池版的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 但实际上核心技术还没有到达所谓的完美的阶段 还是需要有很多的研发去不断的改进它的技术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利用中国目前大量的这些工业废弃物 来做一个二氧化碳吸附和减排的这样一个试点 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努力 希望能够开发出更好的技术 为将来未雨绸缪为了30年50年以后 当我们不可避免要解决二氧化碳的时候 能够有更好的更便宜的技术来支持我们研究 所以我觉得技术上的话是要跟经济相结合 但从心理上来说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得提倡 我们得提倡更环保的这一个生活方式 因为不可避免的是2012年的时候 世界人口已经达到了7亿 然后在目前相对来说一个和平年代 人口相对人口会是稳步增长的 就是只有全球来说 但是我们的资源能源是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能够用一种非常经济 更经济的一种生活方式才能减少我们的消耗 也减少我们的污染 所以咱们俩研究的课题基本上是一个方向 主要就是人类的可持续性 现在中国面临着一种环境的危机 它可能这个雾霾的危机比这个生存 现在已经面临着很多的富人有钱的人都在往出跑 他们主要的原因还不是说什么中国有多不好 主要是因为雾霾 前几天这个北京的华北地区的雾霾造成很多的很严重 但现在中国也在面临着这种严重的问题 政府也不是不想解决 可能还没来得及解决 就是你的技术 可能中国是你一个最大的学验 是的 我是想把我自己的这个中国 变成一个大的实验室 对 我们的这个国家现在正需要的是一种 欧美的先进的技术 去帮助中国解决它的雾霾问题 解决它的环保问题 好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 周博士给我们介绍这个 有时间多上我们的节目 多宣传你的项目 好 为世界这个 我们未来还有明天 这个我们都努力 好吧 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蓝天白云带回中国 好的 谢谢 谢谢